好 最近在網路上有一些討論 認為兩岸關係如果不好的話 那依賴中國市場的臺灣經濟 也不會好 那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來看一下 臺灣這幾年的經濟成長表現 二零二一年第一季 臺灣的GDP成長率一度 超過了百分之九 創下近十四年來的單季新高 但是接下來就逐漸的放緩 去年的第一季GDP 甚至萎縮將近百分之三點五 整個經濟也陷入了衰退 因為全球的終端需求疲弱 以及產業區庫存化 衝擊到了臺灣的出口 去年整體的經濟表現很疲軟 不過隨著出口動能 從谷底回升 GDP的成長也逐漸的擴大 在去年的第四季 已經接近了百分之五 是近兩年最佳的單季成長 而最新公布的 今年第一季GDP成長率 跟意外衝破了百分之六點五 創下近三年來最強勁的表現 那第一季除了商品跟服務出口 有明顯的超過了預期 民間消費成長超過了百分之四 也是功不可沒 那臺灣的經濟成長轉強 跟出口的景氣好轉 密不可分的 好 我們看一下 這是去年夏季以來 臺灣的出口金額的變化 而黃色這一條線 就代表出口的年增率 我們可以看到 去年六月的出口 曾經陷入了嚴重的萎縮 萎縮的幅度超過了百分之二十 一直到去年底才穩定的回歸了正成長 然後到今年的三月份 已經連續五個月出現了成長 而且三月份的出口金額 達到了四百一十八億美元 創下近二十個月來的新高 成長的幅度逼近了百分之十九 是兩年來的最大 財政部的官員 對於今年接下來的出口展望 也非常的樂觀 預期在AI需求的帶動之下 四月份的出口 也有機會會出現兩位數的成長 而最新的出口數據 還呈現了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就是時隔二十一年 美國再度超越中國 成為臺灣最大的出口市場 三月份我們對美國的出口 比起去年同期大增了百分之六十六 衝上了九十一億美元 而對中國的出口只成長了百分之六 是七十九億美元 使得中國輸給了美國 在臺灣的出口市場當中 屈居第二 雖然對中國還有香港的出口合計 仍然超過美國 但是臺灣對東協等地的出口 是持續的成長的 使得中國市場 佔臺灣出口的比重 是不斷的下降 像是三月份 我們對新加坡的出口 就大增了百分之五十八 對泰國的出口 跟飆升將近兩倍 而這也反映出 在過去幾年 全球貿易趨勢的變化 例如南韓在去年底 對美國的出口 也首度的超越了中國